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每到观音菩萨的圣诞日 出家日或者是成道日这几天 很多寺院都会有相应的活动 很多佛弟子也都会不远万里的去寺院里上香祈福 其实不仅仅是佛弟子们 哪怕是世间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们 也会在这几个纪念日里到寺院上香祈福 希望获得观音菩萨的护友 由此可见 观音菩萨与我们的缘分是很深的 深入人心 渗透在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 在这个娑婆世界中 最爱我们的是我们的父母亲 而最慈悲则要属观世音菩萨了 不过虽然观世音菩萨慈悲如海那般的广大无边 可要想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救助 还得跟他有缘才行 那么怎么样算是有缘呢 其实能念他的名字 能念观世音圣号就是有缘了 当自己遇到痛苦逼迫的时候 要想起来念观世音菩萨名号 当别人遇到痛苦逼迫的时候 还可以教别人念 为别人念都是有极大利益的兴致 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想过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名号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就能获得如此大的利益呢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认识了解一下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中所隐藏的秘密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想要认识一尊佛或者菩萨的话 那么首先就先要了解他的名号 因为佛菩萨的名号往往是他功德的体现与结晶 就像阿弥陀佛的名号一样具足无上功德 名体易如 称名就拥有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决定往生 首先我们先对观世音菩萨和观世音菩萨这两个名号做一个解释 之所以会出现这两个名号 是因为在唐太宗时为了避讳李世明的名 才把观世音菩萨简称为了观音菩萨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观音菩萨名号的由来 在《普门品》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尔时无尽一菩萨即从做起 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做誓言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明观世音 佛告无尽一菩萨 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亿万众生受诸苦恼 闻世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无尽一菩萨问佛陀道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被称之为观世音菩萨呢 对我们凡夫而言 我们的名字只是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起的 虽然有些名字中寄予了一定的愿望 但是名字里其实并没有真实的功德存在 比如有人叫张富贵 但是他不一定大富大贵 也有人叫张美丽的 但他不一定长得很美丽 与我们凡夫的名字所不同的是 佛菩萨的名号都是有真实功德在里面的 所以佛回答无尽一菩萨 如果有无量的众生遭受种种的苦难 自然的风难水难地震人为的迫害 或者身心的疾病痛苦等等 只要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 或者有善知识为他讲说观音菩萨大慈大悲 寻生救苦的功德利时 并教他念佛 他在重重的困境中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观音菩萨当下就能听到众生的呼唤 马上来搭救 免出种种困苦 当然菩萨救度众生有无量善巧方便 不一定会显现出一位庄严的菩萨形象来搭救 往往他会安排一些因缘 让他们走出困境 比如有人生病了 并且久之不遇 这时候念观音菩萨名号 求菩萨加持 他们就会在梦中遇见菩萨为他治病 或者点化他要吃什么 然后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也有的人可能是遇见一位名医 只吃两副药 原本身患的重病就得到了治愈 这也许就是菩萨的加持 要不然他还真不一定能遇上名医 而且就算找到了名医 也不一定能救得了他的病 所以观音菩萨救度众生是寻生救苦的 这个声就是指众生称念观音菩萨名号的声音 这里用观其音声 而不是用听 那是因为菩萨耳根源通 不像我们凡夫一样 只能用耳朵去听 菩萨是用智慧慈悲去观察众生的 只要众生念了他的名号 或者心中意念 诚心祈求 菩萨都能知道 都会马上前来搭救 有人可能会想 那么为什么仅仅是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就会得到这样的功德利益呢 在《悲华经》中有这么一段记载 在阿弥陀佛的过去生中 有一世作为转轮圣王 名叫吴正念 他有一千个儿子 其中长子叫不炫 他在宝藏佛座下出家 并发愿说到 当他菩萨到圆满之时 一定要让一切苦恼众生 只要称念他的名号 就能灭出种种的痛苦 然后宝藏佛就为他受祭 当他菩萨到圆满的时候 就名观世音 观音菩萨寻生救苦 称名得救的功德 是从愿力中来的 众生乘着菩萨的愿力功德 称名就能获救 这就与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 成佛愿力 往生西方 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都是他力的作用 而且也是主动平等无条件的 只要众生称念菩萨的名号 必来搭救 在《普门品》中 还有这么一段描述 十方诸国土无差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见恶力灭 由此可见 观音菩萨对众生的慈悲救度 是遍及十方世界 遍及一切苦恼众生的 正因为众生苦恼 菩萨才发愿 修行成就 用最快最简易 并且功德最大的方法 去救度最苦难的众生 而且越是苦恶的众生 就越是佛菩萨要救度的对象 就连我们世间的医院 都设有急诊室 专为急重病人开设绿色通道 不仅优先治疗 而且还要让医术高明的医生 来精心治疗 要不然就有生命危险了 这个时候医生不会说 就因为平时喝酒 才会得这个病的 你是酒后驾车 违反交通规则 出车祸了 我不应该管 也不会对病人说 叫你喝药后不要吹风 不要喝冷饮 你偏要吹空调 吃冰淇淋 现在病情又加重了 我才不给你开药 这种话 医生学医的目的 就是为了玄弧济世 无论是什么样的病人 都会救 医生只会惭愧自己的医术不佳 不能救治所有的病 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医术 医生都能做到如此 更何况佛菩萨呢 而且阿弥陀佛是大医王 名号就是阿切陀要 没有阿弥陀佛救不了的众生 所以阿弥陀佛不会因为我们是罪恶生死凡夫 念佛了还烦烦恼恼 也没有修行就不救我们 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救度是彻底无条件的 无论罪福 无论善恶 无论实处诸缘 只要念佛愿生极乐 必得往生 救度众生平等无条件 而且都是以名号救度 这一点观音菩萨与阿弥陀佛是一样的 除了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外 观音菩萨还有另一个名号 叫观自在菩萨 对于观自在菩萨这个名号 在新经中有这么一段说法 观自在菩萨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恶 这是因为菩萨有大般若智慧 才能照见五蕴皆空 才能拥有大自在 这是体现了观音菩萨自立的功德 自立获得自在 才能救度众生自在无碍 观音菩萨的这两个称号 一是自立 得大自在 二是利他 度一切苦恶 对于菩萨而言是一体的 我们身为凡夫 虽有利他之心 却没有利他之德 因为我们还在烦恼之中 仍在轮回生死 不出火宅 没有解脱之力 何况要救他人出离生死 所以要想像菩萨一样立他 就要念佛求往生 往生之后 就会马上拥有 观音菩萨一样的功德 也能寻生救苦 到了那个时候 只要有人念一声 观音菩萨名号 我们也能听到 也可以马上分身无数 放光救度众生 而且轻而易举 是不是很美啊 现在我们想要立他人 最究竟的就是 把观音菩萨的功德 介绍给有缘人 让他们了解 观音菩萨的慈悲救度 念佛求生西方 就像无数的人们 在茫茫生死大海中沉沦 无论怎么也游不出去 而且奄奄一息 马上就要沉入海底了 而我们已经坐在 安全的弥陀大院船上 看见那些 还在海中沉浮的人们 我们又不会游泳 只能在船上呼唤他们 让他们也登上 这艘大院船 或者把六字名号的 救生圈分给他们 然后轻轻拉一下 他们上船 至于他们愿不愿坐船 就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一切有观音菩萨的安排 我们还是安心地 坐在船上 念着佛 等待渡过生死海 到达涅槃彼岸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与自己有缘的 我们要善待 与自己无缘的 我们更要心怀慈悲 要把众生的苦 当作自己的苦 去堪忍 去悲悯 这才是菩萨的境界 菩萨之美 美在大爱无边 慈悲一切 我们念观音 拜观音 更要学观音 做观音 修好自己的心 念念清静 念念慈悲 不生邪念 妄想 践行菩萨之道 诸罗莫作 众善奉行 方能与菩萨越来越近 与菩萨感应道交 否则 口念观音心不善 喊破喉咙也枉然 观音观世音 世间极响音 愿一切众生安好 离苦得乐 愿正法求助 广丽友情 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 留下自己的感悟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